就像是一個屋頂一樣 你不特別注意你還真的不會發現 那各位現在了解太陽門之後有沒有突然突然改變一個習慣 就是常常抬頭看人家屋頂 有嗎 余大哥有沒有這個習慣 看疑似太陽門就靠過去看一下 是耶 拍一下照片這樣子 都有這種的習慣 那太陽門發現事實上 他的FANS我覺得是相當多的 然後想了解人很多 然後他的商機很大 可惜的是 你看今天我們就只有五個八個十個 能夠有機會來到這裡 那我開發這個場所 然後把這個課程帶來台中 事實上我想要做的是什麼 讓更多人知道 我想要讓更多人知道太陽門發現這件事情 那各位上禮拜或上上禮拜應該有一個深刻的體驗就是 我們台中市的空氣污染品質 紫爆了 超級糟糕 你覺得紫爆這件事是什麼 各位有沒有戴口罩 我連剛剛下車走到這我都要戴口罩 為什麼 各位沒有注意到PM2.5它基本上它影響的不是只是一個數字或是一個新聞 PM2.5進到你的所有的身體細胞或是0.8.9 它就會塞在那裡 卡在那裡之後它是不是就會有一種 這個會慢慢的堆積堆積 然後就會有一些癌細胞發生 這是有醫學根據的啦 不是亂講的 所以各位這個口罩一定要戴著 因為這個PM2.5在吸進去的過程 跟你在身體方面反應你是完全沒感覺的 PM10以上的都被龍井發電廠擋住一部分 那是你看得到的煙霧 譬如說燃燒稻草 燒垃圾你看得到煙 那都你還知道要躲對不對 請問這環境裡面的空氣污染你如何躲 躲不掉 躲不掉 除非不要呼吸 所以口罩買好一點也沒多少錢嘛 100多塊200多塊給它戴上去 那那天是哪個同學說 盡量不要戴窗戶 之前那個楊聖泉嘛 那那不要駐台中好了 但是其實不駐台中是一樣啦 那個雲林有一個麥寮 它本身就是氣電工生產自己發電 然後麥寮的灰塵會透過南風往北吹 龍井發電廠往南吹水 中張頭基本上籠罩在一片空氣污染當中 那各位會覺得那無能為力啊 各位如果有看過那個財進 在大陸發表的那個窮頂之下 窮頂 它裡面就有講到倫敦在百年以前 它是一個是燒煤炭的國家 它整個倫敦是籠罩在身手不見五指的狀態當中 但現在你看空氣乾淨啊 也是用一段時間努力讓它發生 那德國人他在這個 其實德國人他在25、6年前 車諾比炸掉之後 它籠罩在輻射的那個塵埃的籠罩之下 因為它叫烏克蘭嘛 飄到德國來然後透過下雨就降到他們德國的境內 所以德國人很反而是因為他們深受其害 那三四年前日本人的核電廠炸掉之後 德國馬上站起來說我要把核電廠關掉八座 在2022年再關掉九座核電廠 那個時候德國就沒有核電廠 這些他們都在做喔 他們是宣告講出來就讓它發生 宣告講出來讓它發生 所以他們是正在進行中 也就是說再過七年德國沒有核電廠 那台灣有沒有機會呢 五台四座而已 有一座沒座有三座而已啊 現在還在營養 這次還直接看怎麼會營養 假設不管這些拉里拉炸事 人家德國難道沒有經濟發展的訴求嗎 人家英國沒有經濟發展的訴求嗎 為什麼它可以做到減排 減核 我們也做得到 影響不到 應該是人們的有沒有把這件事情想在腦海裡面 你有沒有跟朋友講空氣污染你該怎麼做 你有沒有跟朋友講空氣污染該怎麼做 然後就要默默的吸進去 然後十年後來得個癌症 然後大家說再見 美國人現在是三個得一個癌症 美國人 台灣人也差不多啦 基本上我們都大概覺得 我們大概以後就是因為癌症就死掉吧 美國比我們還要高 我覺得我台灣跟他差不多 台灣也蠻高的 各位是不是也覺得好